一顆一顆小冰珠 從天而降 不停落下的冰線 把車輛地面覆蓋上 薄薄的一層白 和歡山松雪樓前放眼望去 像是披了一件白毯 一片白茫茫相當美麗 氣溫只有0.13度 天氣很冷 但遊客們不畏寒冷 穿上厚重的外套衝出來 欣賞冰線 興奮的拿出手機來拍攝 這波冰線下的時間不長 大概是五分鐘左右 還沒有機會乘雪 但低溫加水氣 就足以讓水晶宮的路段結冰 相當容易打滑 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 氣象局提醒越晚會越冷 也針對十一個縣市發佈 低溫特報 預估這一波最冷的時間 會落在周五到周日的清晨 部分地區最低溫會降到 六到八度 要多留意保暖 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水氣不多 下水的機會可能不大 接著我翔利是金山景城南投 採訪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進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